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点动词 就是由什么什么组成 就是重点词汇 大声来读一下 Consist 大家注意 新闻在中读的时候 咱们读着com 但是轻读的时候 它是发adding 读着con 所以不要读consist consist不这么读 后面中读 前面轻读发con con 下来遍 consist consist 好 这个词表示由什么什么组成 这个词是记住哦 不具无动词 由什么组成 一定牢牢是后面加战词of consist of something 由什么什么组成 但由什么组成表达特别多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be composed of 由什么什么组成 这个compose是具无动词组成了 所以由什么组成 记住用被动 后面一样是加战词of 还有呢 我们可以用中学讲过的 be made up of be made up of 也是由什么组成 以及具无动词comprise comprise 由什么什么组成 都行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committee consists of one hundred members 这个委员会 由一百个会员组成 可以用它 对吧 如果compose呢 用被动 the committee is composed of one hundred members 还可以用 the committee is made up of one hundred members 或者 the committee comprises one hundred members 第三个单处 加个s 那么如果表示 组成了什么什么呢 比如说我说 一百个会员组成了 这个委员会 怎么办呢 你发现这个comprise 这个词啊 它是两个方向的 这个词是多一字 既可以表示由什么组成 也可以表示组成了 相应呢 刚才这两个被动呢 就变成主动了 而consist 不及无动词 所以就组成了 什么什么 就没法用了 得换另外一个词了 咱们先看第一个 两头堵的 这个comprise 两个分子意思都行啊 one hundred members comprise the committee 一百个会员组成了 这个委员会 另外在这看到 李老师这个用词的严谨 因为阿拉伯数字呢 不过正规 一般不能放在句首 放在句首呢 最好用单词拼开来 而不要用100这个数字 在句子中间可以 还有呢 可以用刚才的被动词主动 one hundred members make up the committee one hundred members compose the committee 还有最后再凑一个吧 one hundred members constitute the committee 组成了 构成了 都行 我们把这几个词 会再大声读一遍 comprise make up compose 再读最后一个 constitute 你注意到了吗 这个cum跟cum 口型类似 清读时 你看是comprise compose 但这种读是con constitute 把这三个 我们再读一遍 comprise compose constitute 注意这个口型 这个发音 好 这是我们在生活中 口语写作用的都特别多的 由什么什么组成 和组成了 这两个方向 把它分清 不要搞混 好 这个词为重点 我们就学习到这